最帥的牙衣 卸成 這位的部分 請問 你是從小就有偶包嗎 欸 我覺得這個不是 幹嘛啦 你帥只是中上而已啊 因為我有想說 欸 牙線放什麼啊 我專業 欸 牙線多累啊 反正他一定是 到最後補得也而踩這邊 那我手上 你塞那個 你讓我講完啦 反正 欸你這樣講 你害我背酸米漫 當作我都一直講你們話 對啊 我牙圈很多 我請就錢也好看 啊 我想說 他說也很窮 怎麼那麼窮啊 我們窮到三餐不棄 牙醫也好也有壞 牙醫真的有很多 他可以講說 你現在今天付錢 然後可以上你九州 或者我們剛剛有 叫材料什麼的 是啊 我覺得那都是話術 有感覺 默默地到處見 哇 今天是誰來做客啊 原來是我們 最帥的牙醫 謝陳 前色錄影的部分 啊 來了就不要做 沒有用的事啊 可是你應該要先講吧 我們至少可以 打翻一下 這是會放到 YouTube上面 對啊 這樣才意外 才會好看 這是最真實 今天很開心來了一個 全台灣不算最帥的牙醫 但是是偶包最重的牙醫 好像蠻重 我剛剛弄頭髮弄很久 對啊 我就跟他講說 我要看他弄多久 而且笨著 剛才就抓到牆了 我一定要扣一聲 我好擔心你不要受傷 我真的抓到這邊 好大一聲啊 我就是看著前方 看著身上的房間 然後怎麼樣 反正我就以為 我這邊就走到 就一個房間 然後去看啊 因為我房間已經那麼大 你沒撞到 你真的不容易 所以各位親愛的好朋友 我當牙醫不見得 是聰明的 總是聰明的 你確定你是聰明的 總是會有意外 請問 你是從小就有偶包嗎 欸 我覺得這不是 剛剛都說你很帥嗎 也沒有啊 是幹嘛啦 你帥只是中上而已啊 對 就是還行好不好 對啊 還行啦 誰讓你有偶包 我覺得是為什麼了 我想到了 它不是一個很明確的時間點 可是漸漸你有時候 會聽到別人那邊 說你怎麼樣 那通常是不好的 例如 長得又沒那麼高 對啊 之類的 或是原來我的一些行為 會造成別人的 負面的看法 只是他不好意思 直接跟你講那種感覺 所以你就開始說 喔 那我要多注意自己 在外面 更別有活動的形象 對 你要表現 好的面 不要造成別人的困擾 我回想一下 醫生是不是很不注意外遇 就是你看的醫生 如果都是年紀比較大 那你不會啊 因為頭髮掉光了 對不對 要不然已經白頭髮了 他也無所謂 那你會建議嗎 你也是有啊 就是你沒有離子家而已 好 那你為什麼會選牙 這樣你這麼有有包 你應該選醫美 其實我到現在 都覺得我過往的這個人生 其實蠻順利的 就是我沒有認真的在 應該說幸運 對 因為我沒有認真的在 安排我的人生 可是他就不小心變成這個樣的 牙醫 然後 但也是你自己填的啊 不是 是我自己也填的 那時候我在國外 然後他就幫我填 然後他填成我就念什麼 好隨性喔 所以我就覺得 別人生別人可以控制耶 反正我就是覺得 應該要更早一點 對自己的人生有規劃 那你練的牙醫後悔嗎 不後悔 有一點後悔是我們的 職業傷害很多 就是開始會肌肉痠痛 所以關節壞掉 我都覺得 你們當醫生的好偉大 還有護理師醫療癌 我也覺得我很偉大 所以我都說 希望大家 對醫病關係要好 沒錯 大家就是好好保護自己的牙齒 不要再讓我們 這樣子幫你們認真的 都保護牙齒 你們有什麼工作啊 這個是 我還不想要有工作耶 誰想要有工作啊 對不起老闆 我不想上班 那有人指定你嗎 蠻多的啊 就是你現在看一看 他很新喔 你看難怪他會有 不是 不是 欸牙醫很需要一個 專門的醫生看 你選好一個醫生之後 就一直給他看 因為你一直換來換去 我們都要重新了解你的 口腔狀況蠻麻煩 所以我都在容腫 原因在這裡 因為我 你的病例可以掉來的 最完整都是在容腫 對 所以我覺得 換來換去不見得是好事 我常常看到一個病人 他的病歷紀錄就是一直換醫生 或是他有時候去那間看 有時候回來看 然後我會有一種 我會有一點消極的幫他治療 因為等於你自己在掌握你的治療計劃 你就不需要一個專業的醫生幫你配合 因為我幫他建議 接下來要幹嘛 他也沒有想要 或是他想要去那間比較便宜 他說貨比三家不吃虧 因為健保便宜 天底下有這種事 有沒有讓你覺得最意外 例如他長得很酸 他長得很漂亮 一張開嘴是一嘴爛的孩子 有 但我就會知道 他都把時間照顧外面的皮膚 然後沒有吃虧 真的會這樣 而且現在好像小孩子 換牙齒的很多 我前兩天才看到一個小朋友 才三歲 就都住光光 然後我就變治療的當中 我就想說 喔這個家庭是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這個父母照顧者 你看著又在幻想 人家的原生家庭長什麼樣子 我沒有在真的想 或是想要責備他們 就是我覺得 有點 有點 然後這個小朋友他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就被牙齒就變這樣 照顧了一嘴 賴牙 對 我不知道這個是照顧者的責任 還是社會教育的責任 還是醫生的責任 還是到底是誰的責任這樣子 那你在照顧他的時候 你有跟他講嗎 不要再吃糖喔 你吃糖會煮光光喔 我就先跟他補一顆簡單的 因為他很害怕這些工具 指紮 嗯 指紮 嗯 欸連我們長這麼大都會怕 有小朋友不怕的 那種三歲的 我就說阿就阿 然後補就補 我說會不會痛 他說會 然後但是就是還是沒有痛 我覺得這個跟天生個性有關係啦 那現成是藝名 對 你為什麼牙牙要取藝名 因為我不想要讓一時大可以直接插到我的臺上吧 因為我原本是想要寫書的時候 有的 包 哪是我的包啊 要幫我們來google 現成的本名是什麼 有 你可能插得到 對啊 那你不是台北人 高雄人 那就是念大學上台北 對 然後就待在台北了 高雄太熱了 我真的 沒有辦法 我跟你講你去高雄 真的是要用一個臉盆揭你的汗耶 我只要坐在我家的時候 坐著而已我也沒懂 我就一直理 但是很多朋友跟我說 他不喜歡台北是因為 他被因為下雨 可是我覺得也還好 哪裡不下雨啊 因為台北是真的偏多啦 高雄是常常有汗在 對啊 所以你不覺得在台北比較好會缺水 而且高雄的水是全台灣最爛的水 你們都要買水 你不在講批評這件事情 對 因為你是一個怕得罪人的 超級耶 為什麼你都不怕 有什麼好怕的 講實話比較重要啊 我跟你講 我常常錄YouTube 為什麼會有很多障礙 這個不敢講那個不敢講 對 我講話有時候 那個主持人會說我很啰嗦 因為我一定要把那些前提講好 這樣子 就覺得就被剪掉了 對啊 然後我就會很沒有 很沒有辦法的 有什麼表現 是啊 所以你就知道 你要放開了去表現 現在叫Nature 大家喜歡自然 這個不叫偶包吧 偶包 這也算偶包 對 因為你怕得罪人啊 那 你為什麼要在意 跟你人生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他也是一個 可能你們一輩子也見不到面 那你在意他說什麼呢 那你為什麼不活得像自己呢 我活到現在我就是能不講我就不講 就是懶得發言 因為發言總是會得罪到某些人 所以你不覺得 越來越辛苦 對 好辛苦啊 對啊 何必呢 所以當醫生也很複雜 我覺得不是欸 是我的個性當醫生很辛苦 金牛做 雙魚啊 就是我又擔心說 啊這個牙齒把它做完回去 不知道會不會這樣 會不會哪樣 我最怕的是金牛 雙魚還好 金牛的醫生嗎 總有醫生都一樣 那你去看醫生說 醫生請問你怎麼心情 我不會 那你是不是不算命 不算啊 蛤 我很愛算命 我也覺得 我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 我為什麼要被別人控制 可是有的時候就是你在做一個 他說你 30歲會有一個災難 你會不會一直在 不會 那你算了吧 我覺得算命有點像拿到一個地圖 他就會跟你講 往前這個此路不通 那我就不走那邊 那地圖是錯的 我常講算命的這麼厲害 他不用坐在那邊算命 他已經是全世界最好的人 是這樣講的嗎 不是嗎 他自己都會算 他都知道自己做什麼最好 一切都很好 他幹嘛坐在那邊 一個人500塊600塊慢慢賺 749人 蓋一杯 問過你的志向 你說你當年 希望大家每個人都有一口好牙 這是你的目標 那我就覺得這個好偉大 我跟你說 你改天來我們診所拍片 就是你會看到有一些病人 他會來我們診所掛號 然後他就說 我想要看牙齒 然後就是這邊牙醫中 沒有預約就對了 對 然後他就會坐在那邊 然後我們過來就會說 這樣要等喔 他說等多久 等多久不確定喔 今天下班前 最後會幫你看 很多人這樣等了四五個小時 都有 少走了 對 那為什麼他不走 因為他真的很痛 然後他坐在外面 然後他就一直等 你都不會先去吃普拉德啦 反正他一定是到最後不得已的 然後踩在這邊 還塞 塞那個 塞那個 顏巴 沒有用 塞嗎沒有用 沒有用嗎 我 小時候是這樣 你讓我講完啦 反正 欸你這樣講你害我被酸民罵 說我都一直搶你的話 對啊 沒關係 但是我不介意 沒關係 你不介意剛才罵我 噓 然後他在那邊等 我想要幫他看也不行 因為我就是有手上的病人 然後也看不完 然後我又不能隨便對待手上的這個病人 對 然後 呃 又開始天然交戰 對 真的 然後有時候我又下班 然後想說 好那我幫你看 我加班幫你看 會怎麼樣你知道嗎 助理就要跟著加班啊 那助理不一定有想要看啊 對 有時候看有時候沒看 助理有沒有給你眼色看 看看他們的眼睛 我這輩子啊 絕在乎六點能不能準時下班 所以我想要說的事情是 就是如果可以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 牙齒痛這件事情 那我就OK 但如果有一些人因為牙齒痛而辛苦 就想說 愛莫能助就會很趕嘛 你應該去實際耶 去實際幫人家看牙齒 沒有你這麼善良啊 你善良可以幹嘛 你有時候我可能要很多錢 或是很多人力 才可以執行一些事情 但我現在沒有 我現在就只能教大家用牙線啊 你今天不要學牙線啊 你剛剛竟然提到就是 我們大家好 這是我牙齒 有啊 我都用牙線棒 因為我有想說 欸 牙線棒什麼啊 你專業 欸牙線多累啊 欸我真的 現在百分之九十八 九十九 經手過我的病人 全部都跟他們講我怎麼用牙線 牙線棒不是很方便 我用一分鐘半就結束了 就是沒有全口的用 我等一下教你 欸不是都會有人在路邊 要幫人家刷皮鞋嗎 我想說我老的時候 要不要在路邊幫他用牙線 弄一次五十塊嗎 你覺得可以嗎 不要好奇 啊我可以就可以啊 我成本就是手套 我可以就可以啊 一雙手套 各位覺得要用牙線 還是要用牙線棒 牙線 我真的不要用牙線棒 我跟你講 你一直用牙線棒弄完整口 都很像你抹布擦完所有桌子 沒有從你那裡去洗過 因為它上面都會髒東西 所以用牙線 我們就可以一直用新的一段 你永遠都是用新的 我永遠還是那一段 因為只有這樣子 那不行我教你啦 我再給你看我的影片 先捏住 然後稍微纏個一圈兩圈 這樣子 稍微扶著一下 換右手也是 到底的地方 然後繞個一圈兩圈 這樣子 剩下這麼長的牙線要怎麼辦呢 然後再慣用手上 如果我想要繞小圈一點 我就一隻手 想要打圈點就兩隻手 你可以L型 兩個7對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線就可以了 前面的牙齒啊 通常會用這兩隻手指這樣 這樣可以親上面 可以立起來親下面 後面的牙齒啊 用比較長的四肢親 太後面了 所以人家說 蠻狗夾牙的時候 吃東西就有味道 不知道 真的假的 不會吧 因為吃起來 是用舌頭來吃味道啊 所以我一直不願意去補牙 就是這樣 我牙缺很多 我只是前面好看 那為什麼不補 太貴了 你這麼窮啊 怎麼那麼窮啊 我吃到三餐不氣 為什麼要睜眼說瞎話呢 所以你當牙醫到現在 你最想告訴大家 我覺得每個醫生 也都會跟你講說 你要照顧眼鏡要做什麼事情 你要照顧腸胃 每天要吃什麼 我覺得那種功課都太多 我們牙醫給的功課 真的最少 只要有清潔就好 根本不需要做一堆 有的沒有的額外 有啊 不是說 吃完後也刷 睡前刷 什麼刷 也是很多刷 我都是說睡前有刷就好了 我也是 我只是起床有刷完 不行 睡前 因為晚上的時候 口水分辨量很少 牙齒最沒有保護的時候 你睡前要徹底的刷牙跟用牙線 把它全部都清乾淨 才沒有很多細菌在那邊做慣 好我問你一個題外話 你認識那個YouTuber呢 我跟人家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長相吧 長相不是每個人都不一樣 你就長這樣差 對啊每個人都不一樣 敢講有的沒的 我每次看到你的標題 我都畫錯 我都不敢點進去 為什麼 就是怎麼敢到處罵人 我都不敢罵人 所以我跟你講 我現在只是因為 剛好有一些牙科的專業 所以會跟大家講到用牙線 那其實我更推崇的就是 大家可以心理平靜 不要打仗 我上次不是問你說 借人家錢這件事情嗎 然後就有一個人 跟我說他的岳父 要開刀圖 然後就跟我借錢 然後我就覺得說 一來一次覺得說 怎麼會你自己沒有錢 二來就講說 就是身邊也沒有 借了 不是啊 他講的如果是真的的話 然後你還不借他 那如果是真的呢 那你為什麼不去講 你要借一下 你對他信不信任 我不覺得他是壞人 那就好了 自己開心就好了 但是我還有一個 就覺得很乾淨 就是為什麼 生病也不是我們願意的 然後原本我們家收治平衡 結果你一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然後整個家就都被拖垮 那沒辦法啊 就原生 就像你當牙醫 我不給你錢 你幫我 嗯 對啊 很難嘛 你的院長都不同意吧 你懂意思嗎 那我們可以自拋腰包 但是 你這個醫生喔 真的 對啊 太佛心了 我們牙醫有時候會不願意幫病人做一些他的要求 說你這幫我補價就好 或是說 欸這個錢可以算我便宜一點 是這種 我們如果給你少賺錢 其實也通常不講 因為很多人會把它視為理所當然 然後就會覺得說 欸我上次可以為什麼 蛤 可是我上次跟你講 我可以三種牙醫片 我光去看一個牙齒 就叫我付一萬四 而且叫你立刻付 他們後來被抓了 我覺得這種不行 我都會超級 peace的 我就說這個要做治療 你可以選這種這種這種 然後多少錢 而且有健保他不跟我講 我們好像各自在講各自的故事 沒有啊 所以我在跟你講 牙醫有好又有壞 牙醫真的有很多 他可以講說 你現在今天付錢 然後可以算你九折 或是我們剛好 叫材料什麼的 是啊 我覺得那都是話術 是啊 全部呢 不管是這種專業禮遇的 還是那種電話詐騙 你就是都不要擠 回家想一想 你看 這就是佛心牙醫 你還會替他們想 去想他的原生家庭 去想他負擔的起負擔的不起 去想他未來牙心會不會用 去想他要不要晚上刷牙 你不覺得嗎 我還會想說 下個禮拜要出口說 那這樣你會做不完 那還是我們這樣這樣 這樣我就是幫你加班一下弄一下 是啊 就是有時候把自己弄得很美 是啊 所以你看 你是負責任的牙醫 好 現成牙醫呢 在新莊職業 他是一個很認真負責的佛心牙醫 他希望 對他希望大家的牙齒都非常健康 所以他跟我講過 他當YouTuber的原因 是希望把正確的 牙齒清潔知識 交給大家 今天呢 我們是為了讓大家了解 各行的業都有他的辛苦 那醫病關係呢 真的要好 尤其當醫生 我們覺得 他的胸懷跟情操 是非常值得大家敬佩 好喜歡記得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不喜歡的就請滾蛋啦 掰掰 掰掰 我以為你要說可以分享我的書 那書名叫什麼 你的藍色不錯的藍色 即便我們不是色 可能看到不一樣的顏色 但是從小媽媽就會說 你看天空是藍色的喔 我們就會把那個記憶 被灌輸了 我就知道綠色叫做藍色 你就知道黃色叫做藍色 所以以後我看到那樣的東西 我就說這是藍色 你也說對它是藍色 但其實我們看到的東西不一樣 隱身為什麼呢 同理性 喔喔喔喔喔喔喔 你的藍色不錯的 你也懶叫 你也懶叫不喜歡的 你懶叫 好了就這樣子 就結束在藍角裡面好了